第1601章 藏天山脉 藏天山脉 坐落在中州西北地域 对于这片区域 或许如今中州上的人对其感到陌生 不过对于远古种族之中的一些老人来说 却依旧是如雷贯耳 因为这里也是当年魂族与萧族开战的地点 那一场大战曾经让的中州都是为其颤抖 在山脉的深处有着一处古战场 战场的范围极为辽阔 平日其中魔兽众多倒也算是一处险地 因此颇有些人际罕至的味道 今日的古战场倒是显得略微的有些古怪 那往日横行的诸多魔兽 今日却是尽数消散得干干净净 庞大的战场上 居然是连一只魔兽的影子都是看不见 那般模样 倒是向他们感受到了 这里即将爆发的惊天大战一般 秀秀 连兽吼之声都是完全寂静 而下的山脉中 突然响起大片的破风之声 旋即便是见到 在那天际之边 大量的影子涌现而出 最后在几个闪烁下 便是出现在了这古战场之中 到了 古猿脚掌轻轻落地 目光在这已化为废墟般的战场上扫过 眼中略微的有些复杂 当年魂族与萧族的大战 便是从这里开始 没想到 数千年后 他们与魂族之间的战斗 也是要从这个地方开始 搜寻山脉 众人刚刚落下地来 三族之中 便是有着不少强者闪掠而出 迅速地将山脉粗略地搜寻了一遍 以防魂族率先在此布下埋伏 看来魂族的人还未到 严静走上前来 望着这有些荒凉的古战场 开口道 古猿微微点头 山脉中除了一些因为他们的威压 而所所发抖的魔兽外 的确没有什么魂族强者的气息 天府联盟的人到了 萧炎突然抬头 微笑着望向北方天际 那里 隐隐传传来了熟悉的气息波动 听到萧炎这话 众人也是目光顺着望去 却是未曾看见半点影子 不过这时到无人质疑萧炎的话 这在场的 除了古猿之外 或许便是无人能够在灵魂层次上 与萧炎一较高下了 而在众人的注视下 不多时 那北方的天际 果然是传来了破风声响 然后黑压压的人影 铺天盖地的暴力而来 那般数量 居然是丝毫不比三族 出动的人少 看来这次天府联盟 是真正的清朝而出啊 望着那等浩大阵容 严静与雷影眼中 都是略过一抹诧异之色 虽说论起精锐 或许天府联盟上 还有些逊色眼泪二足 不过这强者的数量 也已是达到了一个 相当可怕的地步 哼 看来我等并没有来晚啊 在众人的注视下 铺天盖地的黑影 迅速地出现在山脉的上空 然后分散地落下 那当先一人 自然便是耀老 在其身后 不仅有着采灵 小一仙以及萧辰等天府强者 甚至连那丹塔老祖 以及神农老人 也是一同跟了过来 看来这段时间 耀老他们 没少施展手段 拉拢这位在炼药树上 拥有着极高造义的老前辈 大不对会合 双方自然是少不了一番寒称 丹塔老祖 以及神农老人 对于三族 也算是有些熟悉 如今相见 倒是显得颇为的健谈 而至于萧辰 倒仅仅只是 瞥了三族之人一眼 然后便是走向萧炎 没事吧 萧辰看向萧炎 不言狗笑的脸庞上 倒是露出一抹笑容 道 对于这位同样算得上 自己先祖辈分的亲人 萧炎也是一笑 玄机微微点了点头 对于萧璇的事 她并没有现在便是告诉萧辰 她明白 萧辰与萧璇之间感情极深 若是让得她知晓这种消息 怕是打击会有些不小 因此隐瞒一下 倒也不是什么坏事 在萧炎与萧辰说话间 一阵相风突然迎面来 她一抬眼 便是见到彩玲那张妖娆 而冷艳的翘脸 见到彩玲那般 有些冷面般的模样 萧炎摸了摸鼻子 甘笑了一声 彩玲姐 又见面了 萧萧还好吧 站在萧炎身旁的萧 望着那缓步而来的彩玲 美眸也是波动了一下 旋即柔声笑道 闻言 彩玲冷艳的脸颊上 也是露出一抹微笑 轻声道 嗯 还好 只是每天担心念叨着 某个不回家的人 听到她这话 薰儿奄然一笑 一旁的萧炎 也是无奈摇头 看来对于自己消失这么久 彩玲心头也很是不满 伤好了吧 见到萧炎这般模样 彩玲唇角也是微先 旋即声音悄然地柔和了许多 心中虽然有些脑萧炎 受了伤都不回去 但毕竟她还是理智占多 那般心态 只是一个女人正常所有罢了 嗯 都痊愈了 萧炎笑了笑 旋即目光一扫 道 天府强者倾巢而出 也不怕被人掀了底 要老说 这次对你很重要 彩玲道 萧炎一正 旋即心中微暖 古战场上 随着天府联盟人马的到来 这片山脉顿时间 变得热闹了许多 而且在山脉之外 还有着不少被这里动静所吸引而来的一些中州强者 只不过这些人在抵达藏天山脉后 便是再也不敢踏足而进 因为他们能够感觉到 此刻山脉之中所凝聚的气息 达到了何种恐怖的层次 这种交战 若是被卷入其中的话 定然是实死无生 双方的人马在汇聚后 经过短暂的接触 然后便是再度戒备了起来 眼线分散而开 将整个藏天山脉 都是囊括而尽 这里的任何动静 都将会是被第一时间反馈回硝烟等人 时间在等待之中缓缓而过 待得天际要日达到顶点时 盘坐在一处巨石上的硝烟与古园 几乎是同时间地睁开了双眼 低沉的声音 让得所有人身体都是猛然紧绷了起来 来了 随着两人的画音刚刚落下 山脉闪空 突然涌现层层黑雾 黑雾缭绕 最后化为一道巨大的空间通道 一道道气息浩瀚阴森的气息 暴涌而出 天际黑雾涌动 直接是将那阳光给截断而去 顿时间 天地间的温度骤降 一种阴寒的气息 弥漫开来 哼 这藏天山脉 可是好多年未曾如此热闹了 天际上 黑雾翻腾 魂天地的身影便是凭空出现 它的目光在下方那大军之中扫过 脸庞上倒是浮现一抹轻笑 道 在魂天地身后 虚无吞言 魂族四魔圣 以及不少魂族的强者 也是闪现而出 看来魂族也是清楚今日的阵仗 故而出动的强者 也并不少 魂天地 将我三足古玉尽数归还 否则日后必然打入你魂剑 见到魂天地现身 雷银面色一沉 冷喝道 古玉被窃 一直让得他极为的火光 如今见面 自然是忍不住的心中的怒火 打入魂剑 现今的世界上 或许无人有此能力 面对着雷银的怒喝 魂天地却是哑然一笑 玄机也不理会前者 目光直接投向硝烟 淡淡地道 你的打算呢 是用古玉换人 还是强抢 我要看见我父亲 硝烟目光丝毫不让地 紧盯着魂天地 缓缓地道 闻言 魂天地看了硝烟一眼 玄机一挥手 身后空间突然荡漾而起 玄机有着铁链之声响起 紧接着 一个由黑色雾气 所凝聚而成的牢笼 便是出现在了天空上 在那牢笼中 盘坐着一道苍老身影 一道道铁链 如同毒蛇般 将其紧紧缠绕 硝烟的目光 在那囚牢出现时 便是凝固在了 那道苍老的身影上 玄机 身体忍不住 剧烈地颤抖了起来 虽然 看着有些模糊 但在那第一眼时 硝烟体内流淌的血脉 便是告诉他 那道身影 的的确却 便是他的父亲 肖战 数十年 当年意气风发的 一家之长 却是已然变成 白发苍苍的老者 原本高壮的身体 也是在那数十年之间 变得枯瘦而下 数十年的时间 他都是过着 囚犯般的生活 硝烟的身体 不断地颤抖着 望着那道苍老身影上的 重重铁链 一波波的杀意 疯狂地在他心中翻腾着 拳头紧握 指尖深深地掐入掌心 一滴滴的鲜血 顺着指缝 滴落而下 魂天帝 他日有机会 我会让魂族 鸡犬不留 硝烟血红的眼睛 突然转向魂天帝 声音嘶哑而低微 而与此同时 无以伦比的可怕灵魂波动 也是以其身体为中心 一波波地扩散开 顿时 天空乌云翻腾 雷鸣震震 递进灵魂 在那灵魂波动涌现时 那些刚欲对硝烟 不屑冷笑的魂族强者 面色却是陡然僵硬 即便是 连那魂天帝 脸庞 也是终于有了变化 显然 他同样未曾料到 这短短半个月的时间 硝烟的灵魂力量 居然突飞猛进到了这种地步 好一个硝烟 魂天帝声音低沉 隐隐间 有着杀意流动 现在的硝烟 囚牢之中 那被铁链重重束缚的苍老身影 身体突然因为魂天帝 这话剧烈的一颤 缓缓地抬头 浑浊的目光射出 最后停留在了不远处 那悬浮在半空上的 那道黑衣青年身上 瞬间 身体便是僵硬了下来 老泪几乎是立刻 从双眼之中滚滚而出 沙哑的苍老声音 让得人无比的心酸 言 言而 第1602章 父子相见 整片天地 寂静无声 唯有着老人那一声 让人心中 生起无尽酸异的声音 回荡着 当年分离时 硝烟上 还仅仅只是弱观少年 然而那次的分离 便是整整数十年 在这个漫长的时间中 少年心中 按耐着仇恨 拼搏修炼 一次次的死里逃生 一次次的突破极限 一切所为的 只是能够将 曾经疼爱他父亲救出 让得已逐渐苍老的他 能够再度安享天年 望着半空中 那倒略显单薄的年轻身影 古猿等人 因此也非常的明白 后者这些年 究竟是付出了多少的 艰辛与努力 常人只能看见 他那超凡的成就 然而却是忘记了 在那耀眼的成就下 经历了多少次的生死搏杀 这个小子 是条汉子 我雷族 无人及他 雷银轻叹了一声 低声道 能够从当年的稚嫩少年 一步步地攀爬到 如今这种 连他们都是必须 郑重对待的一方巨拨 而且这之中 还屡次逃脱魂族说 派出的杀手 那艰难的路途 不仅未能让得少年夭折 反而成为了 他踏向强者之路的魔刀石 他们自问 若是换成他们 必然不可能会做得 比萧炎更好 毕竟 萧炎所依靠的是他自己 曾经显赫大陆的萧族 并未给他留下任何的财富 对于雷银的轻叹 雷族的那些强者 也是漠然 找不出丝毫的反对之言 萧炎哥哥 轻而轻咬着嘴唇 美眸泛红地望着 那不断颤抖的背影 他能够感觉到 后者心中那澎湃的情绪 萧炎这些年的付出与努力 他再清楚不过 囚牢中 那道苍老的身影 有些艰难地抬起手掌 他的目光 死死地盯着那一道黑衣青年 在那张已然成熟的脸庞上 他依稀能够 看见一些当年少年的痕迹 那个曾经最让得他骄傲的儿子 竟然真的 再次出现在了他的面前 孩子 老泪不断地从他眼中流出 然后他猛地扑出 声音沙哑地嘶吼道 炎儿 走 在魂族囚禁的这些年 他非常清楚 这个种族的可怕 以往在加玛帝国 能够称雄称霸的斗皇 甚至斗宗强者 在那里 却是只能算作稀松平常 那等恐怖的实力 足以让的人心生绝望之意 萧炎望着那被重重铁链 所束缚的苍老身影 片刻后 笑了笑 仰起头 深吸了一口气 不管受了多少的苦难 不过 父亲总算是活着 感人的一幕 魂天帝淡淡一笑 目光望着萧炎 或许你 还得感谢我们 你父亲天赋平常 若是正常修炼 一辈子 都是无法达到窦皇层次 为了能让他安稳地活到现在 倒也服用了我魂族不少丹药 不然的话 或许他早早 便是出了什么意外事故 嗯 会的 魂天帝的话 听得古元等人眉头大皱 然而 萧炎脸庞上 却是涌现一抹笑意 他轻轻地点了点头 然后含笑道 放心 这个大恩 萧炎记着了 望着萧炎脸庞上的笑容 雷银等人正了正 玄机心中 却是涌上一种森森寒意 面色猙獰的人不可怕 可怕的是 那种在心中杀意膨胀时 脸上还能带着微笑的人 魂天帝的脸皮 也是微微抖动了一下 萧炎的天赋 如同当年的萧炎 一般炫目 然而 前者的狠辣 似乎比萧炎胜了数仇 魂天帝盯着萧炎 那血红色略微收敛的双眼 他清楚 先前萧炎的那一句话 必定不是一时怒言 若是他真的有那个机会 魂天帝绝对会相信 他必定会将魂族杀的血脉断绝 只不过 这个机会 恐怕很难出现 交易 萧炎手掌一握 一枚骨玉便是闪现而出 正是那最后一块驼舌骨地狱 萧炎并没有采取任何的作假手段 因为他也明白 那对于魂天帝这种强者来说 不过是无用之举罢了 望着萧炎手中的骨玉 魂天帝眼中 也是掠过了一抹垂涎与火热 只要拥有了这最后一块骨玉 他便是能够知道 驼射古地洞府的所在 并且将其开启 到时候 真要能够得到 其中那一枚地品除丹 那他 便是将会一跃成为这天地的主宰 到时候 所谓的联盟 在其眼中 就如同蝼蚁一般 翻手间 便可将其覆灭 见到萧炎拿出骨玉 雷银等人身体也是绷紧了许多 不过这个时候 却没人再说 一句劝阻的话 从先前萧炎的表现来看 现在谁阻拦他就其父亲 恐怕便是 会立刻翻脸 一手教人 一手教育 你应当明白 我若是要杀了你父亲 是多么简单的事 所以 我不需要看见什么花头 魂天帝收回目光 缓缓地到 萧炎瞥了他一眼 手掌瘫开 谷玉便是在他的操控下 徐徐生起 而见到他这般 那魂天帝 也是袖袍一挥 那由黑雾所凝聚而成的牢笼 便是溃散而去 屈指一弹 萧战身体上的那些铁链 也是陆续裂开 最后其大手一握 化为一圈黑色光束 将萧战抓起 给你 魂天帝大手挥动 萧战便是在那黑色绳索的带动下 对着萧炎掠去 而后者心念一动 那谷玉也是直接对着魂天帝射出 与此同时 萧炎脚尖一点虚空 身形暴射而出 大手对着萧战一抓 一股犀利便是暴涌而出 将后者一把扯了过来 手掌劈下 将缠绕着其身体的能量黑锁 尽数砍断 而在萧炎将萧战就到手时 那魂天帝 几乎也是在同时间 一把将谷玉抓在手中 感受着手中谷玉的温良 即便是以她的定力 也是忍不住 在此刻仰天大笑了起来 谷玉到手 她已是能够看见 他进入那梦寐以求的境界之时 副剑 抓着萧战 萧炎激动的身体 都是忍不住颤抖了起来 身形一闪 便是飞快的掠进联盟之中 然后小心翼翼地将萧战放下 炎儿 真的是你 脱离束缚到被救 几乎是闪电般的事 萧战刚刚吻下神 便是见到了那张 近在咫尺的脸庞 颤抖着手掌 对着萧炎脸盘摸去 那般战战兢兢的模样 仿佛生怕 这仅仅只是一个幻想 虽然她 无时无刻不是在 期待着这一天的到来 父亲 您受苦了 对不起 望着萧战那副如履薄冰般的模样 绕逝以萧炎的星星 此时此刻都是忍不住的眼睛通红起来 双腿重重地跪在前者面前 连那巨石 都是被阵裂开一道道裂缝 真的是你 萧战双手颤抖着 摸着萧炎的脸庞 感受着那温暖的温度 一时间 居然是忍不住的老泪纵横 那般一幕 看得周围众人一阵心酸 然而 起来 快起来 都是父亲没用 萧战抹了几把眼泪 旋即赶忙扶起萧炎 望着那比起当年成熟了许多的脸庞 不由得一脸的欣慰 身为父亲 最想见到的是 莫过于孩子的成长 当年被抓 他心中一直担心的 便是这个年龄最小的孩子 不过 这个孩子 却是给了他最大的奇迹与骄傲 望着那劈头散发 比起当年苍老了许多的萧战 萧炎吸了口气 旋即轻声道 父亲 大哥和二哥 可一直在等着你 等这里的事解决完了 我便带您去看他们 现在的话 先让我来解决一些事吧 保护好我父亲 萧炎偏头 对着身旁那些天赋强者道 盟主放心 我等必誓死相护 闻言 那数十位实力 都是达到了 陡尊巅峰层次天赋强者 顿时恭敬地硬道 旋即身形一动 便是出现在萧战周围 将其重重护住 然而 这 望着这一幕 萧战一惊 周围的这些人 在他看来 各个气息强悍的恐怖 就算是放在那所谓的魂族中 也算是不弱 不过让得他心中 感到不可思议的是 即便是这些 在他眼中的强者 在对萧炎说话时 却依然是显得 无比的敬畏与恭敬 难道 这个曾经还需要 他护议的小儿子 居然强到了这种地步 父亲不用担心 他们会保护您的 萧炎收敛好心中的情绪 对着萧战微微一笑 旋即转过身 那漆黑双眸中 瞬间被阴寒到 极致的杀意所笼罩 对于魂族的这些杂碎 他心中的杀意 已是浓郁到 无法遏制的地步 所以 他必须要杀人 在萧炎转身时 谷元 雷影等人的目光 也是投向了他 眼中 同样是有着寒意涌动 驼射谷地御魂族 已是凑齐 必然不能让他们顺利离去 面对着他们的目光 萧炎下八清点 旋即抬头望着 那握着谷御 仰天狂笑的魂天地 嘴角 也是渗透出猙獰的弧度 旋即 他微微一笑 轻声道 动手吧 话音一落 澎湃杀意 顿时弥漫天地 第1603章 大战 随着萧炎一句话的落下 雷影炎镜等人 眼中也是陡然杀气大胜 天地间的能量 都是在此刻剧烈地波动了起来 不振 树道立合之声 几乎是在同时间 自天地间响彻而起 然后 不论是谷族 还有炎雷二族 以及天空上的魂族强者 都是闪电般地展开阵型 可怕的斗气光柱 铺天盖地地冲上云霄 那等浩荡声势 看得山脉之外 那些围观者心神颤抖 不断地庆幸着自己未曾闯进去 不然的话 面对着如此狂暴的大战 定然是凶多吉少 看来 你们果然是不死心啊 天空上 魂天地脸庞上的笑容 也是微微收敛 再度变回以往那般 谈笑风声般的淡然模样 他低头看向萧炎等人 似乎对于他们突然间的出手 并不感到奇怪 他也明白 古元萧炎等人 必然不可能坐视他魂族得到八玉 并且顺利开启古地洞府 魂天地 将古玉交出来 不然我等必定联合 踏平你魂族 雷银怒目而逝 力声喝道 闻言 魂天地却是忍不住地哑然一笑 手掌一翻 便是将手中古玉收入那界 笑吟吟地道 哦 我倒是很好奇 你们若是拥有着这般能耐 为何还会落得今日之局 魂天地 古地洞府 可不会让你轻易开启 古元面沉如水 他的身体缓缓升空 一道恐怖的波动 徐徐地从其体内迷茫而开 顿时间 天空乌云凝聚 雷声震震 在古元之后 硝岩 雷银 炎镜以及三族 天府联盟之中 实力达到五星斗圣以上的强者 皆是腾空而起 气息涌动间 天地变色 光论起高层次的强者数量 三族再加上天府联盟 似乎已并不比魂族弱 这站起来的话 鹿死水手 还真是不可知的事 古元 我已说过 硝族一灭 这个世间 再无能 足我魂族之人 即便是你古族 天地弹笑道 古元眉头微皱 刚欲说话 性子略显火爆的雷银 却是沉声喝道 还与他多说什么废话 雷族众人听令 九龙天雷震 是 听得雷银喝声 那雷族众多强者 也是面色冷肃的硬道 旋即一道道璀璨荧荧光 自他们体内涌出 飞快地在天空上凝聚成一片浩荡雷云 雷云之中 荧光闪烁 最后化为九条数千丈庞大的雷龙 轰隆隆的雷银之声 令得大得都是颤抖了起来 却 雷龙一现身 便是在众多雷族强者的操控下 携带着毁灭之威 狠狠地对着天空上的魂族大军冲撞而去 沿途空间直接是尽数暴力而开 沿途 焚天大法 在雷族出手时 严静也是一声冷喝 顿时 滔天火焰涌出 仿佛要连这片天地 都是焚烧而去一般 最后化为滚滚火海 席卷向魂族 谷地镜 谷族也是在此刻 再度凝聚成遮掩天地的谷镜 其上波光流动 旋即 一道庞大无比的光柱 喷尸而出 秀秀 所有的攻击 都是在一瞬间爆发 那等能量连一 直接是摧枯拉朽般 将周围高达千人的山峰 尽数摧成虚无 天空上 魂天地目光默然地望着那自下方 铺天盖地而来的凶悍公式 秀袍一挥 身后那弥漫的黑云之中 便是传出哗啦啦的锁链之声 然后只听着痴痴之声响起 无数道黑色的锁链 从黑屋之中射出 飞快地在天空上 构建成一方天罗之网 锁链之上 黑屋涌动 只见得那黑网之上 突然有着一张张 猙獰脸庞涌现 不断地发出凄厉的惨叫之声 轰轰轰 黑网成形 那众多攻击 也是轰然而至 顿时间 天地都是在那等恐怖的冲撞下 剧烈地颤抖了起来 大地 也是裂开了 宛如深渊般的巨大裂缝 待得天空上 可怕的风暴逐渐散去时 那黑网也是崩溃而去 不过 在其崩溃前 却是将所有来自下方的攻击 都是抵御而下 魂族的可怕实力 再度崭露而出 魂天帝 这一次 便让我二人分个胜负 谷原脚掌一踏虚空 身形突然直冲云霄 一道立鹤 浩浩荡荡地 传遍数万里之内的区域 魂天帝淡淡一笑 身形一动 便是直接出现在了 谷原前方 他明白 两人都是双方的最高战力 双方都彼此互相牵制 不然的话 双方的阵型 都是会因为二人而出现崩溃 杀 见到谷原 出手牵制住魂天帝 雷影与炎镜 也是一声大喝 顿时 身后三族 以及天府联盟的强者 皆是略出 而那弥漫的黑云中 也是在此刻 羞羞地飞出众多魂族强者 顿时间 这片天空 大战一触即发 雷影与炎镜的目标极为明确 直接是锁定着虚无吞颜 魂族之中 除了魂天帝之外 便属虚无吞颜最强 而反观联盟这边 也就唯有 他们两人联手 方才能够将其阻拦 上次捡了点便宜 还真以为 凭你二人 便是本座对手 见到雷影二人 直冲自己而来 虚无吞颜 也是一声冷笑 大袖挥动 黑炎滔天而起 直接是对着雷影二人 冲了过去 顿时 可怕的吞噬之力 便是弥漫而开 随着双方越来越多的 强者交手 这整个山脉 都是剧烈地颤抖起来 战斗 无比的混乱与激烈 那般一幕 只看得遥远之外的一些人 面色大变 砰 萧颜面无表情的一掌 将一名实力达到了 斗尊巅峰的魂族强者 身体与灵魂 皆是镇成粉末 旋即身形一闪 又是出现在 另外一名强者面前 伴随着他每一次的出手 魂族方面 萧颜手中 也不过数回合 便是重伤而退 他倒并没有对那些 一时半会 无法斩杀的魂族强者出手 现在的他 只是想要以最快的速度 杀最多的魂族的人 而以他的效率 短短数分钟的时间 死在萧颜手中的魂族强者数量 也有数十人之多 递进灵魂所带来的好处 也是在战斗中 尽数地展现了出来 浓浓的煞气 笼罩着萧颜的身体 砰 又是将一名达到了 三星斗圣的魂族强者 身体打成一团血舞 萧颜探尽血舞 一握之下 将其中残留的灵魂 也是蒸发成虚无 吃 然而就在萧颜刚刚击杀了 这名魂族的斗圣强者时 其身后空间突然一阵波动 浓郁的黑炎暴涌而出 化为一根黑毛 狠狠地刺向萧颜后脑勺 不过 就在那黑毛距萧颜脑袋上 还有数公分时 便是当的一声被弹尸而开 那般一幕 倒是如同在他的周身 有着一层看不见的防御一般 魂灭圣 你果然没死啊 萧颜偏头 目光看向那全身 被包裹在黑炎之中的人影 虽然看不见他的模样 可递进灵魂的感觉 几乎是让得他一瞬间便是辨认出 此人正是当日被其斩杀的 仅有一丝灵魂逃脱的魂殿店主 魂灭圣 萧颜 本店可不会那般轻易地死去 虚无大人用本源之火 为我塑造身躯 现在的我 可不是当初能比 黑炎翻腾 一对星红的目光 仇恨地盯着萧颜 阴冷的声音 怨毒地传出 闻言 萧颜冰冷的脸庞上 倒是掀起了一抹糊涂 给本店把命交出来 魂灭圣手掌一抖 浓郁的黑炎 直接化为一条百丈庞大的黑炎锁链 如同毒蛇一般 刁钻地对着萧颜抱舌而去 碎 面对着魂灭圣的攻击 萧颜并未有丝毫动手的迹象 一字倾吐 咔嚓 随着萧颜字音的落下 一股无法形容的灵魂波动 直接席卷而出 那黑炎锁链 瞬间崩溃而去 甚至连其上面的黑炎 都是变得暗淡无光 递进灵魂的攻击力 就算是八星斗圣 都不敢小觑 这魂灭圣 虽然被虚无吞颜 花费大精力重铸身躯 但实力也顶多在七星斗圣左右 这与现在的萧颜相比 相差了太多 仅仅只是二一照面 便是溃败得如此迅速 那魂灭圣面色 也是变化了起来 他虽然知道 萧颜踏入了地境灵魂 但却无法相信 他竟然会如此地不堪一击 退 虽然心中怨毒之一翻腾 可魂灭圣也终于是明白 现在的他 已不可能再是萧颜的对手 当下一咬牙 身形暴退 这一次 不会再让你逃了 萧颜目光冷漠地 望着倒退的魂灭圣 脚步一跨 空间波动 再度出现时 居然已是如同鬼魅般地 出现在了后者面前 一直点出 直接是穿透了魂灭圣 浑身缭绕的黑炎 递进灵魂的可怕之力 毫无保留地暴涌而出 碰 低沉的梦想中 魂灭圣的身体陡然僵硬 周身黑炎瞬间消散 露出其中那干枯的身体 他的头顶 没有什么伤痕 但那双眼 却是变得空洞 他的灵魂 在先前萧颜一指下 彻底地化为虚无 这便是递进灵魂的威力吗 望着手指 萧颜也是喃喃自语 击杀魂灭圣 他没有施展任何的斗气 以及净连吆火 仅仅只是 依靠着灵魂之力 便是将其闪电般的击杀 这等可怕之力 当真不愧那地之一字 第1604章 魂元天 以摧枯拉朽般的速度 击杀掉魂灭圣 萧颜倒是并未在其身上 头上太多的关注 以魂灭圣如此的实力 对于萧颜来说 实在是没有什么威胁性 灵魂踏足递进 对于魂灭圣 萧颜已是能够 完全地俯视于他 手指轻轻地弹了弹 萧颜默然地 瞥了一眼面前 那眼神空洞的躯体 袖袍一挥 直接是将其震成粉末 然后抬起头 皱着眉头 望着天空上的混乱战场 如此规模的战场 应该算是萧颜 这些年首次所遇 而魂族所展现 而出的恐怖实力 也再次让得萧颜 脸色有些严肃 在场的联军 乃是联合了谷 雷 颜 以及天府联盟 四大势力而成 其中的强者数量 几乎是达到了 一个相当可观的地步 然而即便如此 却依然是 显得有些胶着 萧颜的目光 先是扫视了一圈战圈 然后抬头望着 那弥漫天空的黑雾 那黑雾之中 不断地有着 魂族强者掠去 以萧颜如今的实力 只要是未曾达到 七星斗圣的强者 都难以引起他的注意 而不知为何 在他的感知中 仿佛那黑雾之中 还隐藏着不少 连他都是极为忌惮的气息一般 这只是一种细弱的感觉 若非灵魂达到了地境 萧颜也断然不可能 会察觉到如此细微 不过 这种感觉 也是让他面色 越发地凝重起来 魂族的力量 似乎真的是异常地可怕 这样打下去 今日恐怕 只会是一场苦战 萧颜眼盲闪烁 玄机目光突然一转 望向战场的北面 那里黑雾缭绕 数道浩瀚气息涌动 显然是 有着不少魂族的强者盘踞 而在这里 就连三族以及天府联盟 都是有着不少强者陨落 魂风 望着那树道身影之中的 一道略显年轻的身影 萧颜眼中 却是有着寒芒涌动 据说此人 可是魂族之中 年轻一辈中最为杰出之人 若是能够将其擒住 想必对于魂族 也应该有着一些要挟之力 吃 这道念头 一闪而过 萧颜也是一声冷笑 身形一动 化为黑芒 对着那一片黑雾区域 暴略而去 碰 魂风面色冷漠地 抓住一名 阎族强者的天灵盖 望着他那脸庞上的恐惧之色 其眼中 却是掠过一抹 心红与猙獰 手掌一握 生生将其脑袋捏爆而去 鲜血与脑将暴翼而开 然后随手丢弃 不堪一击 魂风查了查手 淡淡地道 在他身旁 有着四位实力 达到了四星斗圣的 魂族长老守护 从这一点来看 这附近三族的强者太多 一名灰发长老 看了看四周 突然开口道 这里已算是比较深入 虽说三族的真正强者 几乎都被牵制住 但小心一些 总归是没有错的 嗯 走吧 杀的 正爽的魂风皱了皱眉 但也不好反驳 点了点头 就一撤退 哼 魂风少爷 杀了人就这么一走了之 未免也太洒脱了一点吧 然而 就在魂风转身时 一道淡笑 突然想起 他一惊 一抬头 便是见到一道身着黑衣的青年 不知何时 已是出现在了头顶之上 笑眯眯地注视着他们 萧炎 你竟然逃掉魂灭身的追杀了 见到那黑衣青年 魂风面色微变 冷笑道 追杀 萧炎一正 旋即有点雅然 看来先前他杀魂灭身杀得太快 乃至于根本就没有引起多少的注意啊 魂风少爷 走 这萧炎灵魂境界 已到地境 实力远远超出了本身等级 魂灭身 恐怕已经栽到了他的手中 那守护着魂风的四位长老中 那一头白发的老者 倒是眼光毒辣 一见到萧炎 那般表情 心头便是一沉 低喝道 听得此话 魂风脸庞忍不住地抽出了几下 眼神不甘地望着萧炎 在当年吆火空间时 魂风上还丝毫不忌惮后者 然而这才短短数年时间 后者给他的压迫之感 居然已经不比族中那些太上长老要弱 走 不过不甘归不甘 但魂风却是明白 以他现在的实力 真要与萧炎站起来的话 多半是凶多吉少的地面 当下也不敢逞强 身形一动 便是对着摇摇天空上的黑云暴略而去 在其身后 那四位魂族长老警惕地盯着萧炎 倒退而掠 见到五人欲走 萧炎却是一笑 手掌一握 四团绚丽的火芒 便是自掌心暴略而出 旋即飞快地在途中 凝聚成脑袋大小的火莲 然后快若闪电般地 射向那四位魂族长老 杀 见到萧炎紧追不舍 那四名长老 也是面色一寒 袖袍一抖 一条宛如独莽般的锁链 便是暴略而出 然而锁链刚刚抖出 火莲便是欺然而至 然后迅速地沾附在了锁链上 任由那四位长老怎么挣扎 都是无法将其甩脱 哄 就在四位长老 准备急忙丢弃锁链时 火莲却是猛然爆炸而开 四道绚丽的火线 沿着锁链飞略而出 几乎是一瞬间 便是波及到了四人手掌 然后窜进了四人身体之内 砰 伴随着火线侵入 那四位长老 浑身衣衫 直接化为粉末 紧接着 粉红色的火苗 疯狂地从他们毛孔之中窜出 吱吱的声音 刺耳地传出 啊 从四位魂族 长老嘴中传出 他们疯狂地施展着斗气 扑打着体内的火焰 凄厉的惨叫不断地传出 硝烟面色淡漠地 从四人之间穿梭而过 手指轻弹 四旅进风射出 四位魂族长老 一口鲜血喷出 身体如同断翅的鸟一般 迅速地对着地面坠落而下 而后被下方三族的强者截住 见到四位实力达到四星斗圣的长老 居然在硝烟手中 如此地不堪一击 那魂蜂的面色 终于是变得难看了起来 速度施展到极致 急忙暴退 我说过 你逃不掉的 魂蜂身形刚动 一道擒着无尽寒意的声音 突然在其身后传来 前者眼瞳骤然一缩 反手黑眼涌动 凶悍无匹的一掌 爆轰而出 碰 魂蜂凶悍的掌风 刚刚挥出 便是如同碰见了一层 看不见的屏障 只听得一道巨响 前者的手掌 便是传出了骨骼断裂的声响 近期反噬间 直接是让魂蜂一口鲜血涌上喉咙 不过却是被其强行咽了下去 一口鲜血咽下 魂蜂被害得心神俱缠 两者之间 完全就不是一个层次的 心中略过这道念头 魂蜂刚欲施展秘法增加速度 一只略显冰凉的手掌 便是轻轻地出现在了其脖子间 冰冷的温度 让得魂蜂身体直接僵硬下来 仙族 救我 身体僵硬之余 那魂蜂的嘴中 也是传出了一道尖利贺声 仙族 听得魂蜂的声音 萧衍眼睛一眯 目光飞快地在天空战圈扫过 现在魂族的魂天地 虚无吞颜 魂族四魔圣 都是被纠缠而住 这魂蜂的仙族 又是什么人物 哄 就在萧炎心中掠过一抹疑惑时 天空上的黑云 突然间剧烈地翻腾起来 然后 黑云涌动 一道宛如行将旧木般的苍老身影 缓缓地降临而下 与此同时 一股浩瀚的丝毫不弱于古族 黑鹰王鼓裂的恐怖气息 骤然席卷开 八星斗圣 感受到那凶悍无匹的气息 萧炎眼瞳也是微微一缩 这魂族之中 居然还隐藏着这等强者 这位小友 放了我 这位不成器的子孙 如何 那苍老身影 踏着缓慢的步伐 一跨步间 便是出现在了萧炎面前 皱纹密布的苍老脸庞上 布满着笑容 与其甚是和善 你是谁 萧炎冷笑道 嗯 老夫魂元天 当年曾经死在萧璇手中的义无用老头 老者含笑道 在说起萧璇二字时 萧炎能够感觉到后者的笑容 变得阴森了许多 你可不像死人 萧炎眉头微皱 这老家伙出现得太过诡异 不得不提防 不过 就是不知道 类似这种以前从没有出现过的强者 这魂族究竟还有多少 如果再出现几位的话 今日恐怕就算是这联军 都无法奈何魂族 一想到此处 就算是萧炎 心头都是略有些不安 这个魂族 的确是太过深不可测了 魂元天呵呵一笑 倒并没有回答这个问题 他笑道 将人交给老夫可好 凭你们这些联军 想要留下我魂族 真是还有点不够 是吗 萧炎眼神微寒 握着魂风的手掌 却是猛然用力 让到后者面色瞬间紫红起来 不断地挣扎着 见到这一幕 魂元天轻叹了一口气 倒并没有半点受要挟的模样 淡淡的黑气从其体内渗透而出 旋即他的干枯手掌 迅速变得腐臭起来 然后身形一动 轻飘飘地对着萧炎拍了过去 在那干枯的宛如骨头般的手掌上 萧炎感觉到了一种 有些诡异的死亡气息 好话不听 那你还是去死吧 第1605章 死记之门谁生谁死 可不是 由你说了算 望着那闪掠而来的魂元天 萧炎不由地一声冷笑 抓着魂风的手掌越发用力 而后者 也是疯狂地挣扎着 萧炎 先祖不会放过你的 魂风的面色丈子 他愿毒地盯着萧炎 突然 他的身体剧烈地膨胀了起来 体内的斗气 也是疯狂地暴动而起 自爆吗 见到这一幕 萧炎面色却是丝毫不变 手掌猛然一用力 只听得咔嚓一声 居然是直接将魂风脖子给捏断而去 不过 虽说魂风脖子被捏断 但他的身体 却依然在急速地膨胀着 最后 终于是砰的一声 今天的能量风暴 携带着血物 爆炸开来 血物徐徐扩散 最后消散而去 萧炎的身影 依旧悬浮天际 浩瀚的灵魂之力 在其周身形成无形的屏障 那魂风 自爆所造成的冲击 却是未对其造成半点的伤害 吃 萧炎的目光 淡漠的一扫 旋即脚步便是陡然退后一步 其面前空间一阵波荡 一道苍老身影 闪掠而出 犯着浓郁死亡气息的掌风 贴着萧炎胸前茶飞而去 一掌落空 魂元天的身形 也是闪现而出 他看了一眼魂风自爆的地方 布满皱纹的脸庞上 略微有些阴沉 旋即掌心一番 一道灵魂从血雾中掠出 最后钻进了他袖中 小子 老夫今日定会 将你抽筋拔骨 收了魂风那一缕残魂 魂元天森然地盯着萧炎 脸庞上的笑容 终于是尽数收敛而去 他倒是没想到 萧炎出手 竟然如此狠辣 根本就不给他救人的机会 直接就要下杀手 先前若不是魂风 当机立断地施展自爆 逃脱一丝残魂 恐怕早便是被萧炎彻底地炼化 不过即便如此 对于魂风也将会造成极大的创伤 老儿不死为贼 这最后一程 还是让我来送你吧 萧炎冷笑道 倒是怡然不惧 虽说他的斗气 仅仅只是六星斗胜中期的实力 可光光是施展递进灵魂之力 他便是够资格与八星斗胜相抗衡 这魂元天气息的确强悍 但却并比不上雷影与炎镜二人 按照萧炎的预测 这老家伙 恐怕也就仅仅只是八星斗胜初期 或者中期的地步 真要逗起来 萧炎可不会怕他 萧族的人 始终都是这般的牙尖嘴利 等你落到老夫手中时 会让你好生享受一下 什么 才叫做生不如死 魂元天的面色 颇为的森寒 他嘴巴一裂 露出其中辉煌的牙齿 阴森森的道 而在说话间 魂元天的手指 不着痕迹地动了一动 一丝丝无形的波动 突然从萧炎身后涌现 最后交织成一张无形之网 骤然对着萧炎笼罩而去 与此同时 魂元天也是暴射而出 眨眼间便是出现在萧炎面前 犯着腥臭的掌风 直接对着萧炎胸膛映了过去 碰 魂元天的掌风 在聚萧炎胸膛上还有半寸时 便是突然凝固 一层无形的防御 出现在其掌心 双方狠狠碰触 那等可怕劲到 直接是让得周围空间崩裂 开一道道裂缝 在我面前施展灵魂之力 笑话 萧炎注视着魂元天 吃笑了一声 心神一动 浩瀚的灵魂之力 便是暴涌而出 几乎是瞬息间 便是将后方那无形的灵魂之网 振成虚无 旋即 雄雄的粉红色火焰 从其身体之中渗透而出 让得他的身体转眼间 便是变成了晶莹剔透的粉红琉璃 伴随着尸掌毁灭火体 萧炎的气息 也是暴涨不少 紧接着 其掌心火旋飞快凝聚 一朵呈现六色的火帘 便是凝聚而出 现在的萧炎 在施掌毁灭火莲 简直就是心念一动之间的事 递进灵魂的可怕能力 将那凝聚的速度 提升了无数倍 汪汪 火莲一成形 一波波毁灭般的炽热波动 便是飞快地蔓延而出 紧接着 萧炎曲指一谈 火莲便是带起一缕绚丽的火尾 直接对着魂元天脑门 给射了过去 虽说如今萧炎的真实实力 依然是停留在六星斗圣 但那毁灭火莲的威力 比起以往 却是强悍了数倍 而这一切 都是因为地井灵魂所带来的增幅 死祭之门 感受到那绚丽火莲之中 传出的毁灭波动 那魂元天面色 也是略微有些凝重 双手变换出道到诡异硬绝 玄机浓郁的黑气 从掌心抱涌而出 化为一扇充斥着 诡异气息的黑色巨门 巨门大开 其中透着如同黑洞般的黑暗 也不知道 究竟是通往着 何等诡异的空间 咻 毁灭火莲掠过天际 最终在那死祭之门外 轰然爆炸而开 顿时 可怕的毁灭风暴 席卷开来 哼 给我烧 魂元天的眼瞳 倒射着风暴的影子 他音冷一笑 那大开的黑色巨门之中 骤然间暴涌出恐怖的吸扯之力 到的最后 那千丈庞大的火焰风暴 居然是直接被禁术 吞进了那巨门之内 这就是死祭之门 见到这一幕 萧炎眼中 也是掠过一抹惊诧之意 倒并不是因为那魂元天 能够如此轻易地解决调毁灭火莲 而是因那魂元天 居然拥有着如此奇物 雕虫小戒 也敢在老夫面前施展 我这死祭之门 乃是远古一斗地强者所创 能吞那天地万物 四也是知道萧炎的惊讶 魂元天不由地怪笑道 他这死祭之门 颇为的诡异 因为这与寻常的斗技截然不同 甚至 都不能说 它是一种斗技 反而将其称为一种 独自修炼开辟而出的空间 更为合适 为了将这死祭之门修炼成功 魂元天将其锻造了数百年 方才具备如今的威力 那门内空间 充斥着死亡的气息 就算是七星斗圣强者 被吸入其中 若是闯不出来的话 都将会被死亡气息侵蚀而亡 而且在其死亡后 它浑身的精血 还会成为那死祭之门的养料 令得它越发的强横 这在当年远古时 这死祭之门 倒也是引起过不少强者争夺 没想到这魂元天 居然能够将其修炼出来 的确是个好东西 萧炼舔了舔嘴唇 这死祭之门 就算是它 都是有些炎热 你的精血灵魂 应该能够让我的死祭之门 提升不少的威力 魂元天身形一闪 便是出现在那巨门之上 盘坐而下 目光阴森地盯着萧炼 旋即手印一遍 那大门之中 突然黑芒涌动 化为一道数丈大小的黑色光束 陡然暴射而出 光束的速度极快 在其射出之际 就已将萧炼整个人笼罩而进 小子 去下面陪你先祖萧璇去吧 魂元天森然一笑 那死祭之门中 突然暴射出恐怖的犀利 光束回缩 一闪便是 进入了大门之内 而与之同时消失的 还有着那被光束包裹着的萧炼 将萧炼收入死祭之门 魂元天脸庞上的森然更甚 进入死祭之门的人 可还没活着出来的 等到时候 里面的死亡气息将萧炼斗气侵蚀带进时 后者的生杀 就得看他的心情了 哼 一群乌合之众 也妄想将我浑足踏平 带着我们准备齐圈 这里的人 一个都别想跑 收了萧炼 魂元天抬起头 目光看了一眼这混乱无比的战场 旋即眼神凝在天空上 那厚厚的乌云之中 顿时冷笑低声道 漆黑的空间之中 弥漫着死亡气息 在这等气息的笼罩下 就算是斗气 都是变得软弱无力 萧炼的身形 出现在一片死亡气息中 他望着这黑漆漆的诡异空间 脸庞上 却是浮现一抹怪异笑容 轻声喃喃道 魂元天 这宝贝 我便带你先收了 话音一落 竟连妖火陡然 自萧炼体内席卷而开 在那等高温下 就算是那些死亡气息 都是无法靠近 旋即萧炼闭目 浩瀚无穷的灵魂力量暴涌而出 几乎是在几个呼吸间 便是将这整个漆黑空间 笼罩而尽 然后 他的身形突然消失 再度出现时 已是出现在了一片黑暗区域 在那区域中心 有着一枚隐藏在 重重死亡气息之中的黑石 黑石上 透着一股灵魂波动 那是魂元天的 留在这死寂之门中的灵魂印记 而也正因为此 他才能够施展死寂之门 不过 这东西若是被人抹除的话 那他也将会丧失 对死寂之门的控制权 望着那黑石 萧炎脸庞上的冷笑 也是越发浓郁 将达到着递进灵魂的他 收入这里 是魂元天做的最错误的事情 碰 魂元天一掌 将一名鼓足的斗圣长老打 抱成一团虚无 掌心黑气涌动 隐隐间有着一扇迷你型的黑门涌现 一丝丝的血气 则是飞快地涌进黑门之内 真是令人着迷的力量 感受着死寂之门中 越来越浓郁的死亡气息 魂元天脸庞上 也是露出一抹笑容 然而 就在他刚欲再度寻找目标动手时 面色猛然一变 因为他发现 他与死寂之门之间的联系 突然间被削弱了起来 糟了 这般变故 让得魂元天心头一沉 急忙要闪身进入死寂之门 却是陡然发现 那联系 居然是彻底地断了去 咻 随着那丝联系的断去 魂元天掌心一抖 那黑门居然是直接飞掠而出 旋即迎风暴涨 一道光影闪动 盘坐在了巨门之上 笑盈盈地望着魂元天 笑道 多谢馈赠 见到这一幕 魂元天呆滞了瞬间 眼睛便是立马血红了起来 第1606章 据为己有 黑气缭绕的巨门之上 消炎盘坐 目光嘲讽地注视着 那眼睛瞬间血红起来的魂元天 这家伙 若是在将他抓进死寂之门时 便是进来与其动手的话 说不定 他还真是会被压制一些 但结果 他却拖大不理不顾 以为光凭借着 那死寂之门中的死亡气息 便是能够逐渐地削弱自己 结果哪料到 那死亡气息 不仅有着禁连妖火抵御 甚至还被消炎 将它隐藏在死寂之门中的灵魂石 都是给探测了出来 那灵魂石 几乎可以说是死寂之门 最为重要的东西 而魂元天也自认 将其藏得极深 但他却是忘记了 灵魂境界踏入地境的消炎 几乎只需要心念一动 那整个死寂之门的空间 而被寻找到了灵魂石 再加上消炎的灵魂力量 远胜魂元天 将其留在上面的灵魂印记抹除 简直就是再简单不过的事情 这一点 本也算是死寂之门的一个弊端 不过这天地间 能够达到地境灵魂的人 又能有几人 乃至于这魂元天 也是犯了一个相当愚蠢的错误 而也正是这个错误 方才导致他 失去了死寂之门的控制权 消炎 我要把你碎尸万段 魂元天咬牙切齿 其手臂猛然一抬 黑气疯狂地在掌心凝聚 一股让得人灵魂刺痛的心臭之味 急速地蔓延而开 哼 见到这一幕 消炎却是冷哼一声 骤然起身 手印变幻 一个千丈庞大的虚影 顿时在其身体之外成形 宛如惊涛骇浪般的灵魂波动 一波波的疯狂席卷而开 黄泉天怒 如今施掌黄泉天怒 那庞大的身影 几乎已不能再称为虚影 因为现在那巨影上 已是有着波光流动 原本虚幻的身体 也是变得凝实了许多 看上去 就如同一个耸立在天地之间的巨人一般 一种主宰灵魂般的气息 在战场之上 轰然扩散开 而凡是被这股气息所波及到的双方强者 除了极少数的人 大多都是面色骇然的急忙暴退 在那种威压下 他们简直就是 有着一种贵福而下的冲动 那种冲动 由灵魂之中蔓延而出 梦 千丈身影涌现 云雾之中 巨人嘴巴一张 顿时 天地间 仿佛都是在此刻寂静无声而下 唯有着那宛如实质般的灵魂声波冲击 从那巨人口中暴涌而出 最后以一种超越光速般的速度 重重地轰在了眼中 情上了一抹骇然的魂元天身体之上 扑吃 没有任何时间施展防御 在魂元天刚刚反应过来时 他的双耳 便是被震得流出鲜血 紧接着 宛如炮弹般的冲击 狠狠地在其身体之上爆炸开来 一口鲜血喷出 面色惨白如白纸 他的灵魂 都是在此刻被重创 灵魂声波震翻魂元天 沿途还将众多魂族强者声声震翻 一些实力稍弱者 甚至连灵魂都是当场被震爆 递进灵魂 竟然恐怖如斯 天空上 灵魂冲击所过处 几乎是空白了一大片 原本混乱的战场 也是因为这一幕 而出现了许些停滞 不论是哪一方 妄想那矗立在天地间的巨人身上时 眼中都是有着浓浓的震惊 弥漫天空的黑云 也是在此刻剧烈地翻腾了一下 隐隐间 有着浓郁的死亡气息 扩散开 碰 天空某处 三道浩瀚气息 突然狠狠对碰 黑炎在这一煞 狠狠地爆炸开来 黑炎爆射 两道身影略为有些狼狈的倒射而出 带得两人吻下身时 众人方才发现 那居然便是雷影以及炎镜 那显然 他们的对手 应该便是虚无吞炎 只不过看这模样 似乎两人即便是联手 也是未能在虚无吞炎手中 取得什么上风 九星斗圣 的确名不虚传 更何况那虚无吞炎的战力 还不能用寻常九星斗圣来衡量 可怕的吞噬之力 足以让得他击败同等级的对手 雷影与炎镜平复下体内翻腾的气血 面色一片凝重 两人将什么手段都施展尽了 竟然都是无法取得上风 这样继续下去的话 指不定是否会出现伤势 战场太胶着 魂族的实力 的确远非我们所了解的那些 雷影趁着空闲 目光飞快地扫了一眼场中 他看见了不少雷族强者陨落 虽然心痛 但却无可奈何 因为这便是战争的残酷 炎镜也是微微点头 看如今的局面 必然会是一场惨烈大战 不论付出多大的代价 都一定要将古域夺回来一些 因为他们都明白 一旦魂族开启了驼射谷地的洞府 并且得到进入斗地之谜 那恐怕光是他一人 就能将三族给抹掉 那时候 才是真正的灭族危机 不能放弃啊 两人对视了一眼 皆是从对方眼中 看出了一抹很利之色 不管多么的惨烈 至少现在的他们 还占着一些人数的优势 魂族为了凑齐古域 筹划了数百上千年 若是如此轻易地 便是被你们打破的话 那也太一想天开了点 虚无吞颜踏着虚空 再度出现在两人面前 冷笑道 雷影与炎镜面旁上寒芒一闪 刚欲动手 一道略显急促的声音 突然在两人耳边响起 快撤 情况有变 突如其来的声音 让得两人一震 旋即面色大变 因为他们听出来 那声音是鼓原的 什么是竟然连他 都是如此的急促 嗡 就在两人失色时 那笼罩天空的黑云 突然间传出 诡异的嗡名之声 一波波阴寒的气息 飞快地弥漫开来 终于是要好了吗 听得那嗡名之声 虚无吞颜也是抬起头 心中略微松了一口气 三族再加上天赋联盟 强者的数量 的确是超过了魂族 若是再不采取行动的话 恐怕不少魂族的强者 都是会葬身在此处 嗡嗡 嗡名之声 越来越急促 与此同时 数道阴历的 无法形容的气息 缓缓地从黑云之中出现 在这等变故下 整个战场都是抬起头来 疑惑警惕的目光 望着黑云 砰砰 突然间 黑云翻涌 数道黑影 从中飙射而出 刚好悬浮在这片天空的各个方位 那是 棺材 众人望着那些 从黑雾之中射出的东西 顿时一惊 因为那些东西 居然是三个黑色的棺材 那种阴历森寒的气息 则是从棺材之中渗透而出 矿 三道黑关悬空 棺盖突然先飞而去 三道宛如骷髅般的干瘦身影 缓缓地从中踏出 顿时间 三道比起先前魂元天 还要强上一些的恐怖气息 在天际之上暴涌开来 让得联军方面面色俱变 魂升天 魂谣 这些老鬼 怎么可能还活着 望着那三道身影 雷鹰以及严靖两人的眼瞳 陡然紧缩 满脸的惊骇之色 这三人在魂族中的辈分 甚至比魂天帝都要高 当年的他们 早便是逐渐地陨落而亡 今日 怎么可能还会再度出现 盘坐在黑色巨门上的消炎 也是因为这一幕 倒吸了一口凉气 又是三名八星斗圣 而且 这三人的气息 简直都跟雷鹰二人相仿了 不对 这些家伙的气息 有些不对劲 消炎现在的感知极为的敏锐 几乎是瞬息间 便是感觉到一点不对劲的地方 他从那三人的身体上 察觉到了一种 比魂原天 还要浓郁上数倍的死亡气息 这三人 好像是 火死人 消炎眼角突然剧烈地跳了跳 喃喃自语 火死人 如同傀儡般的存在 只不过比起傀儡 要显得更加地高级一些 因为这是需要使用某种奇特的方法 将原本一些已经死亡的人再度复活 但那种复活条件极度地苛刻 而且几率还颇低 因此 一般无人这般做 毕竟真正的强者死后 都是有着家族或者宗派守护着 谁也不希望先被的躯体 在死后 还被人糟蹋 显然 魂族不知道使用了什么方法 将这些原本已经死亡的魂族强者 变成火死人 这样的话 便是能够再度为他们战斗 这 难道便是魂族隐藏的力量吗 若是加上魂冤天的话 那便是四名八星斗圣 这等实力 足以让得战争的天平 对着魂族所偏移 四方寂灭 死亡之剑 天空上 那三道身影 嘴巴突然一张 三道光点飞掠而出 最后竟然是化为三道千丈庞大的黑色巨门 巨门之中 充斥着死亡气息 这 赫然又是三道死寂之门 黑色巨门处立在天空三个方位 死亡气息抱涌而出 将这片天地笼罩 在那死亡气息的侵染下 联军强者顿时骇然地发现 他们体内的生机 竟然都是在逐渐地流逝 三道大门 形成了一个阵法 将所有的联军 都是包围在里面 看这一幕 他们竟然是 打算用这个来 狠狠重创联军 退 雷影与炎镜面色 在此刻大变 显然是认出了 这个在远古时 便是凶名赫赫的大阵 当下急忙喝道 魂元天 回阵 继死寂之门 完成大阵 见到联军欲退 那三人之中的 一位枯兽老者 也是立声道 快撤 听得那老者鹤声 雷影与炎镜心头 更是剧烈跳动 若是大阵完成的话 那今日的损失 可就大了 咻 狼狈的魂元天 飞快地掠上天空 望着三人 面色却是青红交替了起来 片刻后 方才声音干涩地道 死寂之门 被硝烟那小子给抢走了 第1607章 破戒死寂之门被抢了 听得魂元天此话 那三位甘兽老者 面色顿时极端地阴沉了下来 其中一人 更是忍不住地怒斥道 魂元天 我们筹划多年 方才修炼出 四道死寂之门 你竟然会在 如此短暂的时间中 将其丢失 魂元天面色阴晴不定 他的心头 也满是怒火 他没想到 仅仅只是一个细小的疏忽 居然便是 会让那硝烟有机可乘 他们如今所结成的阵法 乃是当年中洲上 凶名赫赫的大阵 只有构建四方死寂之门 便是能够创建出 一方死亡之界 落入其中的强者 就算是七星 甚至八星斗圣 都将会被无尽死亡气息笼罩 最后逐渐地沉沦 这一番大阵 若是顺利施展开来 定然能够让得 联军方面损失惨重 但谁都未曾料到 在这结果眼上 居然会出现这种变故 那小子竟然达到了 递进灵魂 我也没想到 他能如此迅速地 找到我隐藏在 死寂之门中的灵魂时 并且将我的灵魂印记抹出 魂元天咬了咬牙 极为不甘地道 现在怎么办 我们体内的生机已不多 此番动手 所继续的生机 也是会被消耗殆尽 至少也要休养耗一段时间 方才能够再度出手 这些时间中 若是在爆发大战 我们可就不能出手了 一名甘兽老者 恼怒地看了一眼魂元天 旋即转向另外两人 道 代价已经付出 自然不可能 做无用之功 先施展大阵 尽量重创联军 只要我魂族 能够知晓得 驼射谷地的洞府 并且将其打开 族长便是能够 进入那传说之中的 斗地层次 到时候 就算是真要复活我等 都并非是什么困难的事 一名面色灰暗的枯瘦老者 目光闪烁 旋即森然道 嗯 文言 其余二人也是点了点头 事到如今 也只能如此了 魂元天 还不归位 早知如此 就不该让你 事先出手救魂风 如今道好 人不仅没救到 反而当个我族大使 若非你 也是我族元老 老夫现在便 动手斩杀了你 那面色灰暗的老者 偏头对着魂元天 立声道 四也是明白 这一次闯了不小的祸 因此 魂元天即便面色难看 但却没有多说什么 只能信信转身 身形一闪 便是出现在天空一侧 浓郁的死亡之气 从其掌心抱涌而出 然后与那三道死记之门相连 顿时 一方黑暗世界 便是将整片山脉囊阔而尽 死亡的气息侵蚀着其中所有的生灵 萧炎 待将你擒住后 老夫必要你求生不得 求死不能 滔天的死亡之气 从魂元天体内涌出 而他的脸庞 也是涌上了残忍猙獰之色 滔天的死亡气息弥漫 联军大部队 也是在此刻汇聚在了一起 目光警惕地望着周围那些黑气 他们能够感受到 那些死亡气息 正在无孔不入地渗透进他们的身体 这种渗透 不论是使用斗气 以及灵魂力量 都是无法阻拦 这是传说中的死亡之界大阵 没想到连这魂族 都是能够施展出来 雷银 炎镜 以及古族的众多强者 面色阴沉地望着那弥漫天地的死亡气息 心头却是忍不住地 有些感到不安 这样下去 即便他们这些顶尖强者 能够抵御下去 可其他那些实力稍弱者 却是会受到极大的损失 而那种惨重的损失 是他们经受不起的 必须尽快地闯出去 黑鹰王古猎 面色凝重地道 先前他被两位魂族实力 达到七星斗圣层次的强者拦住 一番大战 倒也是惊天动地 至于那三位本身实力 足以跟魂族似魔圣匹敌的魂族强者 古猎以往却是连听都没听说过 显然这些都是魂族这些年所隐藏的力量 这种力量 远比古族要强许多 今日若非是联合了炎雷二族 以及天府联盟 光凭古族一族之力 恐怕还真难以跟魂族抗衡 难 这里已经构建成了一片死亡空间 而且这些死亡气息 能够隔绝灵魂的探测 胡乱闯的话 反而会更加迅速地消耗我们的力量 严禁沉生道 但一直留在这里 也是凶多吉少 古族三仙之一的古道 苦笑道 现在的他们 似乎是有些进退两难了 古猎族长 想必也已经被魂天帝所牵制住 想要出手的话 或许太困难 那位炎族的火灵仙子 妩媚的脸颊上 也是变得凝重了许多 他的气息略微有些质色 显然是在先前的大战中 受了一些伤 众人也是略微地有些沉默 谁也未曾料到 这原本还算不错的局势 居然会突然间变成这副模样 吃吃 在众人有些不知道该如何是好时 周围弥漫天帝的死亡气息之中 突然有着细微的破风之声响起 旋即 众多犯着浓郁死亡气息的黑毛 自周围暴射而来 突如其来的攻击 让得联军方面有些慌乱 那些黑毛上 携带着浓郁的死亡气息 因此 就连斗气防御 都是未能取到太大的效果 便是有着一些联军强者 被黑毛生生动穿身体 转眼间 身体便是瘫倒而下 化为一堆枯骨 一丝丝的黑气 从枯骨之中渗透而出 该死的 见到联军方面处于被动局面 雷影等人也是满脸的阴沉 然而就在他们准备 强行冲出这死亡之界时 前方死亡气息 突然急速地蠕动起来 旋即一闪黑色的巨门 便是闪现而出 别动手 是我 见到那与先前那三道巨门 一模一样的东西 联军方面顿时打惊 然而还不待他们施展攻势 那巨门之上 便是传出一道熟悉的声音 硝烟 听到这声音 雷影等人顿时大喜 望向黑色巨门之顶 那里 有着一道年轻身影 赫然便是硝烟 都随我来 这死亡之界虽然诡异 但他们 用来构建大阵的死祭之门 却是被我抢走了一扇 因此 这大阵也不尽完善 我们从大阵最弱的方向冲出去 硝烟居高临下地 望着那众多的联军强者 沉声道 闻言 雷影等人顿时喜行余色 但情况紧急 也没时间多询问什么 手掌一挥 大批的强者便是急忙升空 走 硝烟沉声喝了一句 旋即屈指一弹 身下那巨大的死祭之门 便是飘飞而出 笼罩在大军的上空 一股股犀利爆发而出 凡是靠近的那些死亡气息 都是被禁术给吸了进去 失去了死亡气息的侵蚀 联军顿时感到压力骤降 体内原本运转的极为缓慢的斗气 也是迅速地恢复了正常 这小子 还真是有些手段 连这死祭之门都能抢到手 见到这一幕 雷影 炎镜 鼓烈等人也是大喜 玄机心中庆幸不已 还好萧炎抢了一扇死祭之门 不然的话 带得这大阵真正地变得完美 联军必然会遭受到极重的打击 要知道 在那远古时候 可并不乏有着宗派势力 被这种绝杀大阵杀的鸡犬不留的传闻 羞羞羞 在联军飞快地对着死亡之界一方掠去时 似乎魂族的强者也是有所察觉 当下那弥漫天地的死亡气息 暴涌而出 最后化为一只数千丈庞大的死亡巨手 一巴掌便是狠狠地对着联军怒拍而下 萧炎身形一闪 出现在天空 小姨在其肩膀上闪现而出 因为萧炎踏入地境灵魂的关系 小姨的气息也是变得相当的恐怖 甚至 现在的她 恐怕比起当初在那妖火空间的净联妖火 都是要强上许多 呼 小姨闪现 张嘴一喷 铺天盖地的净联妖火 便是喷尸而出 最后与那死亡巨长狠狠地碰撞在一起 顿时间 天地间 响起刺耳的痴痴声响 一股浓郁的腐臭之味 扩散而开 梦 在小姨栏中那聚首时 萧炎手印一变 身体表面 千丈庞大的身影再度浮现 嘴巴一张 惊天动地般的灵魂声波 便是化为风暴 疯狂地席卷而开 而在这等灵魂声波的冲击下 那弥漫空间的死亡气息 都是被震得退散而开 然后 一方略显暗淡的无形空间 出现在了联军前方不远处 在那无形仗壁之后 似乎悬浮着一道身影 仔细看去 赫然便是那魂元天 雷莹 望着那道身影 萧炎顿时冷喝出声 听得萧炎喝声 雷莹等人也是迅速点头 顿时间 天地斗气涌动 数道堪称恐怖的攻击 在寝客间便是爆发而出 最后 在那魂元天巨变的面色下 狠狠地轰在了那杖壁之上 轰 面对着数名顶尖强者的狂轰猛炸 那无形仗壁顿时 激烈地颤抖了起来 最后发出不堪重负的嘎吱声响 居然是直接在一道清脆声响中 爆炸而开 迅速散去 温暖的阳光再度从天空倾洒而下 扑吃 在死亡之界破裂之时 天空上那三名枯兽老者 面色顿时惨白 一口鲜血喷射出 眼中涌上浓浓的灰暗 他们明白 今日想要重创联军的是 帕士德就此流产了 第1608章 退走 温暖的阳光 从天空之上 如同瀑布一般倾斜而下 而在那阳光照耀下 弥漫的死亡气息 也是迅速地消退 带着周围的死亡气息消散殆尽时 雷银等人方才松了一口气 局目四骨 现在他们的位置 依旧是处于藏天山脉之中 只不过如今的山脉中 已是半点生机不存 显然都是被先前那种死亡气息所 尽数侵蚀 在联军不远处的天空上 黑压压的魂族强者 悬空二立 目露凶光地盯着联军方向 不过其中的一些高层强者 面色却是略微的有些不太好看 显然是未曾料到 所谓的绝杀大阵 居然没有对联军造成太大的伤害 怎么回事 这死亡之界怎么 如此容易的 便是被攻破 虚无吞颜的面色 也是迅速地阴沉了下来 他望向魂元天四人 怒喝道 见到虚无吞颜发怒 魂元天四人 也是只能苦笑 那面色灰暗的老者迟疑一下 只能如实地道 魂元天的死祭之门 被硝烟抢走 令得大阵未曾完善 而那硝烟借助着死祭之门的能力 将联军给护了下来 并且集合攻击 把魂元天把守的区域强行击破 混账 如此重要的东西 竟然会被人抢走 刘你还有何用 闻言 虚无吞颜眼中顿时凶忙大作 他森然地盯着魂元天 手掌猛地拍下 空间崩溃 黑眼掌风快若闪电般地落在魂元天身体之上 让得本就受伤的后者 气息直接萎靡下来 咬了咬牙 但却只是沉默地承受着 虚无吞颜在魂族的地位 几乎都是能够与魂天地相媲美 没有它的存在 魂族也是不可能一直延续到现在 虚无大人 如今发怒已是无用 联军损失不大 战斗力依旧存在 而我等人 却是消耗了体内生机 已是无法再度施展大战 那面色灰暗的老者 见到这一幕 也只能叹了一口气 出言开口劝解道 这魂元天 虽然犯了一个愚蠢之极的错误 但他毕竟是魂族的元老 若是在这个时候将其击毙 对于魂族来说 损失太大 虚无吞颜面色阴沉 他看了一眼远处的联军 虽说在死亡之界中 他们有所损失 但显然并不严重 这等战力 依旧很强 今日先行撤退 虚无 动手吧 在魂族的这些强者沉默时 一道冰冷之声 突然在他们耳边响起 令得他们身体都是打了一个哆嗦 那是魂天地的声音 哼 闻言 虚无吞颜冷哼了一声 再度狠狠地瞪了面色苍白的魂元天一眼 不过倒并没有违背魂天地的话 深深地吸了一口气 旋即他的身体 突然疯狂地膨胀起来 汹涌的黑炎 铺天盖地地从其体内暴涌而出 眨眼间便是席卷了整个天地 那下方的藏天山脉葱裕的森林 仅仅只是瞬息 就以禁术化为虚无 甚至连山石 都是化为石粉 见到虚无吞颜这般举动 联军方面也是警惕之一大掌 硝烟面色凝重的升空 小一在他的肩膀上张牙舞爪 粉红色的禁连吆火 也是扩散开来 形成一片巨大的火木 将联军禁术笼罩 以硝烟如今的灵魂力量 几乎能够轻易地 将禁连吆火的威力施展到极致 吼 虚无吞颜 目光冰冷地看了硝烟一眼 喉咙间 传出低沉如野兽般的吼声 顿时 他那以膨胀质树百丈庞大的身体 突然轰然炸开 碰 那等突如其来的爆炸 让得这片天地 都是剧烈的一颤 黑炎笼罩天地 而在虚无吞颜身体爆炸开的地方 黑炎开始以一种 极端恐怖的速度汇聚起来 几乎是数个呼吸间 一个飞快旋转的黑炎黑洞 便是出现在了天空上 而见到那黑洞成形 众多的魂族强者 仿佛收到了命令一般 二话不说 身形迅速掠出 然后尽数对着黑洞投射而去 他们要跑 见到这一幕 雷银等人面色顿时一变 旋即众多强者迅速升空 不用人命令 一道道雄魂斗气 便是暴射而出 最后铺天盖地地 对着那黑洞轰击而去 哼 面对着联军方面 众多强者的狂轰猛炸 那黑洞之中 突然传出虚无吞颜冷哼之声 旋即黑炎如同火山喷发一般 暴涌而出 与那众多攻击 尽数接触在一起 然后吞噬之力爆发而出 疯狂地吞噬着那众多的攻击 想走 没那么容易 萧炎也是看清了苗头 一声冷笑 手印一变 千丈身影继续浮现 以他现在递进灵魂 所施展的黄泉天怒 那威力 简直比他的毁灭火莲 还要更加恐怖 这对于一些灵魂力量 不及他的强者来说 简直就是压迫性的攻击 灵魂受创 那可不是简简单单休养一会 便是能够康复的 猛 身影一现 惊天动地般的灵魂冲击 便是以一种惊人的速度 暴射而出 在这等灵魂冲击下 就算是那些黑炎的吞噬之力 都是被强行击溃 而灵魂冲击 也是狠狠地撞击在了那黑洞之上 顿时 起码近百位魂族强者的身体 在这一煞爆炸而开 化为血雾 飘散在黑洞之外 被这道灵魂冲击正面击中 那黑洞也是剧烈地颤抖了一阵 隐隐间 有着一道低沉闷横声传出 显然那虚无吞颜 也是吃不消这样的轰击 一起出手 见到黄泉天怒取到一些效果 但却依旧 未能将那黑洞震散 萧炎眉头一皱 沉声喝倒 现在的联军 由于古猿被牵制 众人对于萧炎的一些命令 倒是没有什么抵抗 就连雷影等人 在感受到萧炎灵魂力量的可怕效果后 也都是暗暗点头 光从战斗力上来看 萧炎已是能够与他们相提并论 立刻便是有着大批的强者迅速升空 各种各样的斗技 都是在这一煞尽数施展而出 然后 这片大地 都是在那遮掩天空的浩瀚攻势下颤抖了起来 在那种密密麻麻的攻势下 就算虚无吞颜这等实力 或许都是 有点感觉头皮发麻 汪汪 面对着如此恐怖的阵仗 那黑洞之中 也是传出了急促的嗡名之声 紧接着 只见的无数道黑光 从中暴射而出 最后 宛如横灌天地的黑色光束一般 在天空上 与联军攻势狠狠地撞击在一起 顿时 一股无法形容的可怕能量连依 在天空之上 疯狂地扩散开 整片山脉 都是被那等于拨 生生的阵列 成了两半 一道数万丈庞大的深渊 一直从山脉之中 蔓延到视线的尽头 留下它们 不能让它们 带着谷欲离去 萧炎抬起头 眼瞳之中 倒射着天空上绚丽的烟花 大喝道 九重雷结掌 燕炎焚天 黄泉天怒 所有的联军真正的强者 都是在这一刻 将所能施展的最强攻击爆发而出 顿时间 天地变色 那些遥远之处的围观者 害得心神颤抖 一些不堪者 直接是贪坐在地 那等威势的攻击 它们是这一辈子首次所见 混蛋 面对着如此可怕的攻势 那黑洞之中 也是传出虚无吞颜恼怒的骂声 这种阵仗 它可承受不了 吃 可怕的攻击 几乎是瞬间变质 然而 就当那些公鸡在即将轰击在黑洞上时 一道修长身影 突然直接闪现而出 其面色阴沉 双掌在面前猛的一丝 一道数以万丈庞大的空间裂缝 便是暴力而开 一口便是将萧炎等人那强悍的公鸡 尽数给吞了进去 魂天帝 见到那突然出手的身影 萧炎等人面色顿时一沉 在魂天帝现身时 萧炎身旁空间也是一阵波动 鼓原浮下而出 此刻的后者 长发披散 一股连萧炎都是感到心惊的气息 悄悄地扩散而出 令得周围的空间不断地爆裂 修复 好一个萧炎 魂天帝原本清风云淡的脸庞 此刻却是布满着阴冷的杀意 他自然是明白 萧炎将死寂之门抢去的举动 彻底地让得魂族 想要在此处重创联军的企图给击破 萧炎也是目光阴沉地盯着魂天帝 毫不掩饰眼中的杀意 对于后者 他同样是御除之而后快 谷元 这一次算你们好运 不过谷玉我已凑齐 待得我进入斗地时 便是你们三族以及天府联盟 在斗气大陆覆灭之刻 魂天帝看着萧炎 旋即目光转向谷元 脸庞上掀起一抹森森冷笑 他的身体缓缓后退 最后一步踏入那黑洞之中 黑洞一晃 便是迅速散去 而伴随着黑洞的散去 那些满意天帝的黑炎 也是迅速地淡化 谷元 等着吧 等下一次再见面时 你们 定会在我的脚下颤抖扑服 哈哈 黑洞散去 然而魂天帝那 擒着阴冷的笑声 却依旧是在这片天地间 响彻着 许久不散 萧炎望着黑洞消失的地方 面色冰冷 双全忍不住的紧握 没想到三族 以及天府联盟联手 都是未能将魂族留下来 后者的实力 实在是太强 第1609章 定计可恨 还是被他们跑了 望着黑洞消失的地方 雷银等人顿时不甘地咬牙道 没想到 即便是三大族联手 再加上天府联盟 居然最后依然未能 将魂族给留下来 魂族这一次所展现出来的力量 远远地超过了我们以往的认知 严禁面色凝重 从某个方面来说 如今的魂族 已不是任何一方单独势力 所能够抗衡 就算是古族 都是不行 而也正是如此 他心中的危机感方才越来越大 若是三族不尽早联手的话 恐怕迟早得被魂族 一个个地收拾掉 那下场 倒是与要临时三族差不多 长发披散的古猿 脸庞此刻同样是异常的凝重 一直以来 他们都以为古族的实力 就算不可能打败魂族 那也应该与他们不相上下 反而今日这等残酷的事实 却是告诉他们 他们古族 还真的不是魂族的对手 魂天帝说得对 当年在萧族败亡时 这个大陆 便无任何势力 能够再与他们抗衡 可惜 这个事实 却是如今方才知晓 古猿叹了一口气 心中也是有些后悔 若是萧族依然存在 就算是再给魂族几个胆子 恐怕也不敢掀起这场大战 听了他这话 雷银等人也是苦笑 现在说这个 未免也太晚了一些 现在怎么办 萧炎略作沉默 开口道 文言 众人的目光 也是投向古猿 后者见状 沉吟了一会 道 如今驼射古地御魂族 已是尽数到手 接下来等他们略作休整 恐怕便是要凑及古猿 探测驼射古地的洞服所在 而现在 未免唯一所能够做的 便是严密的监控魂族 一旦他们有着强者出动 那便暗中跟上 跟着他们到 驼射古地洞服的所在 监控的话 就怕魂族滑溜 摆脱我们 等到时候发现时 他们恐怕 都已经进入了古地洞服 雷银咒眉道 这种事是魂族最为擅长的 灭掉灵 石 要三族时 他们就没有感应到 半点不对劲的地方 魂族直接是 翘无声息的 便是将三族给抹除 这一次 我亲自出手监控 古猿沉声道 他明白这一次事情的重要性 若是真让魂族 再次顺利开启洞服 并且将得到 进入斗地之谜 那他们就真的是 在无翻身的时候了 在真正的斗地强者眼中 所谓联军 无疑是浮游汉术 听得此话 众人方才点了点头 现今斗期大陆上 实力最强的两人 应当便是古猿与魂天帝 有着他亲自出手监控的话 就算那魂天帝 以及虚无吞颜 有着再大的能耐 也不可能在 其眼皮子底下消失 若是到时候 这一次就算是拼得双双俱灭 也绝对不能再让魂族得手 古猿面色肃然地道 众人齐齐点头 他们也明白 若是洞府一战再度失利的话 他们的下场 也将会如同灵族等三族一般 为了保存种族的血脉 不管付出多大的代价 都是得必须拼死一战 胜则存 败 则亡 这段时间 大军便停留在天府联盟 严格查探魂族举动 另外 我觉得 或许也是该趁这段时间 将魂族的爪牙 魂殿在中周上的所有据点 都拔除了 见到有了决议 萧炎也是开口道 魂殿嘛 是该彻底地清除掉这个毒瘤 文言 雷影等人沉吟了一会 眼中也是有着凶猛闪动 他们明白 魂殿这些年的所作所为 四处地搜集灵魂体 如今看来 那魂元天 等本应该早早陨落的 魂族老一辈强者的付出 应该也与这个 有着不小的关系 既然如此 那便让联军停留在天府联盟吧 这里位居中周 刚好能够监视魂族的一举一动 古元也并没有反对 停留在中周 对于监控魂族 也是要方便许多 萧炎笑着点了点头 然后偏头望向耀老 道 老师 大军的事便交给你们 来处理吧 呵呵 放心 我联盟别的不多 就地方多 要安置这些人马 倒没什么问题 要老俯着胡须 笑着道 另外 天府联盟 盟主的这个位置 在大军出发之前 便已是转移到了你的头上 这个位置 现在有你来的话 会比我合适更多 萧炎一正 见到要老脸旁上的笑容 也只能无奈地点了点头 如今联盟实力越来越强 的确是需要一个实力强横的盟主来坐镇 要老声望足够 但实力 却是略要差一些 将他给换上去 想来也是想要让联盟更加稳定一些 再度与要老等人交代了一句 萧炎突然转头 望向彩琳宇轩 轻声道 你二人随我来 话音落下 萧炎便是对着远处的一座山峰掠去 彩琳与薛儿见状 似也是明白了什么 脸颊顿时有些泛红 玉手微卧 面对着千军万马 也是怡然不惧的心中 竟然是出现了一些紧张之意 但旋即 两女对视了一眼 似是在给对方打气一般 然后方才轻咬银牙 跟了上去 萧炎的身形 落在远处的一座山峰上 而见到他的到来 山峰上数名联盟 强者起身 攻身相迎 脸庞上 也是充斥着敬畏之色 蒙主 麻烦了 萧炎摆了摆手 然后快步走向众人守护的萧战 恭恭敬敬地行了一礼 轻声道 父亲 没事吧 萧战望着面前 这道略显噱寿 但双肩 却是宛如可力抗天地般的青年 眼睛再度有些湿润起来 心中满是自豪与欣慰 先前虽然距离很远 但那惊天动地般的大战 他同样是看得清楚 而萧炎在那大战中所展现 而出恐怖实力 也是让得他激动与开怀 在魂族的这些年 他可是很清楚 魂族究竟有多可怕 然而 即便是如此可怕的敌人 在这个小儿子的手中 似乎也是有些受创 眼儿 长大了 萧战粗糙的大手 拍了拍萧炎的肩膀 遥想当年 在别人都认为 这个曾经的萧家天才 将会颓废至底时 唯有他依然固执地相信着 少年中有一日会翱翔九天 而数十年后 当年乌坦城的废物少年 却是已经站在了这个大陆的巅峰 俯视着云云众生 望着萧战那张苍老的许多的脸庞 萧炎心头 依然是忍不住的有些心酸 旋即强作笑意 微微侧开一些身子 在其身后 两位连天地万物 都是忍不住为其失色的倩影 便是露了出来 萧伯父 可还记得萧吗 萧儿翘脸略有些飞红 冲着萧战盈盈下半 轻声道 萧儿 萧战一正 望着面前这已出落的 宛如仙子般的动人的女子 终于是想起了 当年萧家之中 那最为璀璨与神秘的少女 当下脸庞便是涌上了惊喜之色 这可是当年她物色的 最满意的儿媳妇 只不过后者那种身份 让得她明白 那不过是痴心妄想而已 为此她还没少 敲打萧炎 让她跟萧儿别线得太深 嘿嘿 父亲 萧儿现在可是我们萧家的人了 萧炎凑近萧战 嘿嘿笑道 好小子 果然没让你爹失望 闻言 萧战苍老的脸庞上 立刻涌现大喜之色 一巴掌拍在萧炎背上 听得两人话语 萧儿脸颊顿时羞红起来 明艳动人 那这一位 萧战洗了一会 目光突然看向了一旁的彩玲 后者翘立在一旁 妖娆动人 不过原本冷艳的翘脸 却是在此刻变得闻尽了许多 看得萧炎都是有些恶然 可 这也是你儿媳妇 彩玲 萧炎面色有些好然 干咳了一声 低声道 啊 萧战脸皮抽了抽 旋即偷偷对着萧炎竖了个大拇指 面前的两女 都是倾国倾城 霍国殃民般的级别 能够将两女都是降服而下 这个本事 可真是有些不一般啊 父亲 你应该也听说过彩玲的 她有着另外一个名字 美渡沙女王 萧炎孝等 美渡沙女王 听得这个曾经如雷灌耳般的名字 萧战下意识地哆嗦了一下 即便如今见了不少的强者 但对于当年 那凶名与雁名 在加玛帝国几乎是人尽皆知的美渡沙女王 她心头依然是残留着一种 源自当年的金句之意 毕竟当初在加玛帝国时 这个名字 可是提都不敢提的 只不过 让得她没有想到的是 这位曾经震慑了整个加玛帝国 以及附近数个帝国的美渡沙女王 居然也都变成了她的儿媳妇 萧伯父 那都是以往的事 您叫我彩玲便可 彩玲嫣然一笑 旋即冷冰冰地刮了萧炎一眼 无声地警告着 她少拿以前的事来说 对于彩玲的警告目光 萧炎也是忍不住的一笑 然后看向萧战 笑着道 父亲 我们先回天府联盟吧 嗯 你孙女也在哪里等您呢 等到时候 再把大哥二哥叫过来 我们一家也能够再次团聚了 孙女 萧战张了张嘴 一时间心头感慨万千 这小子 办事也太快了吧 第1610章 宁静 伴随联军大部队的 撤回天府联盟 整个中州 无疑都是 因其而变得震动起来 三大远古种族 再加上一个已是中州霸主的天府联盟 这等联军实力 强悍得几乎无法用任何的言语来形容 在这样的联军铁蹄下 任何的势力 都将会在旗下灰飞烟灭 这般人心惶惶的震动 并未持续太久 便是有着联军与魂族决战的消息传出 毕竟联军与魂族在藏天山脉的大战 实在是太过惊天动地 那般阵仗的大战 想不引人注意都难 因此 在那大战刚刚落下帷幕时 便是紧随着联军的回撤 而传遍了中州的每一个角落 在听的联军的目标原来是魂族后 一些与天府联盟略有间隙的势力 也是悄悄地松了一口气 不过紧接着 嗅觉敏锐的他们 便是感觉到 一场千年以来最为恐怖的风暴 恐怕很快的 便是要在中州上席卷开 这场风暴的剧烈程度 比以往任何一次的大战 都是要猛烈上数倍 在这种山雨遇来的大风暴之下 不少势力也是有些感到不安 那等恐怖存在的交手 即便是对于中州 都将会是一种极为可怕的破坏 而这对于生存在中州上的这些势力来说 显然也是一种不小的危机 那种层次的开战 就算他们是被查到一点边边角角 恐怕都是踪毁人亡的下场 因此 伴随着联军驻扎在天府联盟后 那些原本靠他们较劲的势力 几乎是尽数赶忙撤离而开 生怕到时候万一开战 遭到误攻 导致下场凄惨 而对于中州上的这般震动 萧炎等人倒是并未理会 暂时来说 魂族虽然在中州有所作恶 但他们显然不可能便是因为这个便与魂族展开恶战 因此 在这种大战下 都是想要保持着中立 因此 萧炎等到并没有想要将他们也拉拢到一条战线上的举动 大军回到星界之中 又是一番忙碌 不过好在 有着要劳等人负责这些 因此倒也用不着萧炎头疼 毕竟对于管理的这些事 他还真是有些不太擅长 回到星界 萧炎也是松了一口气 如此激烈的大战 即便是他 在松懈下来后 都是略微地感到有些疲惫 所以 在要劳等人忙活着安顿联军时 他却已带着萧战 以及薛儿二女 回到了他那专属山峰上 在山上 听着萧炎归来的消息 萧萧飞快地便是出现在了一行人面前 然后就直接扑进了萧炎怀中 逆着不肯下来 来 萧萧 见一见爷爷 现在的萧萧 已是出落的有些水灵 再加上从他母亲那里继承而来的天然妖娆 萧小小年龄 已是一个小美人胚子 可以想象 待得他日后长大 必然又是如其母亲般 祸国殃民 听得萧炎的话 萧萧乌黑的大眼睛眨了眨 望着萧炎身旁的萧战 虽然对这位老人家有点陌生 但他还是乖乖地叫了一声 爷爷 哎 乖孙女 在萧萧出现时 萧战的目光便是顿在了他的身上 苍老的脸庞 因为激动与兴奋 居然都是有些泛红 待听到萧萧乖巧开口时 他那有些皱纹的老脸 顿时盛放开来 连眼睛都是细密了起来 乐呵呵地连忙硬着话 见到萧战那比见到他时 还要激动的脸色 萧炎无奈地一笑 老人似乎特别地喜欢小孩 毕竟在他们看来 那是血脉的延续 乃是家族最为重要的事 来 爷爷抱抱 萧战笑呵呵地伸出手 直接强行从萧炎怀中 将萧萧抱了过来 不满胡子的老脸 不断地碰着萧萧的小脸 让得后者苦着小脸 胡子 疼 呵呵 见状 萧战忍不住地开怀大笑 笑得连眼泪都是流了出来 在被魂族所勤的数十年中 他几乎已是绝望 在见识了魂族的力量后 他很难想象 他真的能够从他们手中逃生 有时候 他反而更加地希望 萧炎不要去救他 因为那样 太危险 然而 当事实摆在面前的时候 萧战知道 即便他一直地相信着萧炎 但他依然是低估了这个儿子的能力 这种天伦之乐 对于曾经绝望的他 是世界上最为美好的东西 见到萧战那般模样 萧炎拳头紧握 一旁的彩琳与轩 也是忍不住地有点眼红 父亲 先进去歇着吧 这段 时间正好有空 我来帮您调养一下身体 萧炎微微一笑 然后看向彩琳 道 你派人回家马帝国 将大哥二哥接过来 就说 父亲在等他们 彩琳轻轻点头 然后转身而去 望着彩琳远区的倩影 萧炎轻吐了一口气 在心中喃喃自语 大哥二哥 我对你们的承诺 总算是做到了 大战之后的日子 显得异常的安宁 联军驻扎在天府联盟 倒也并没有太过频繁地出动 不过那种山雨遇来的气氛 不仅为因此而变淡 反而是越发地浓郁 谁都知道 这一次 会是两个超级阵营之间的决战 藏天山脉的惊天大战 对于双方来说 都是有所损失 所以 迅速地回复着力量 准备着蓄力一击 而在大军休养间 联军的高层 却是没这等时间 古猿在大军一到星界后 便是寻了一处闭关 众人都知道 他是要亲自出手监控魂族 而有着他的监控 只要魂界之中传出一点动静 都将会被他所发现 不过这种动静 这段时间倒是并没有出现 仿佛魂族在得到古遇后 完全地寂静下来了一般 在这种僵持下 数日时间眨眼变过 而带得联军做了初步的休养后 终于是展开了行动 这一次 他们所针对的目标 正是魂殿 铺天盖地的强者 被极为有序地分成众多队伍 从星界之中飞出 然后以一种近乎地毯式的搜寻 以天府联盟为中心 搜寻着隐藏的魂殿分店 而面对着如此细密的搜寻 魂殿的分店 也是一个个地暴露了出来 不过当联军的队伍闯进这些分店时 却是发现 里面竟是空空如也 只有这极少数的一些分店之内 还有这一点魂殿强者守护 不过这种守护 对于联军来说 基本没有造成任何的抵御之力 在联军这般野蛮型的搜寻下 短短三日时间 中州之上的所有魂殿分店 都是化为了废墟 甚至连其中最为重要的天地二殿 也都是在联军强者部队下 化为湮灭 至此 那曾经显赫中州的魂殿 便是这般轻易地 被在中州之上除名而去 对于魂殿如此轻易地被摧毁 外人只能在心中抱着骇然的心态 这中州的上一任霸主势力 在这联军铁蹄下 竟然脆弱到这种地步 不过在外人对此骇然时 萧妍等人却是有些皱眉 看这种情况 显然是魂族早有预料地 将魂殿撤离了个干干净净 而且 最为重要的是 那些分店之中所储存的灵魂本源 也是被魂族早早地搬了一个空 魂族的做法 倒也干脆利落 他们知道 面对着联军 想要保存魂殿是不可能的事 反正对于他们来说 魂殿的作用也算是完成 就算是毁了也无所谓 待得日后完成大事 他们还能迅速地建立数个魂殿 到时候 整个大陆 都将会在他们的掌控之中 伴随着魂殿的销毁 联军也是只能再度收回 然后将众多的眼线 设置在魂界之外 仅防着任何可能出现的动静 在这段时间中 萧妍与萧丽 也是通过原本建立好的空间通道 直接从大陆西北地域 抵达了星界之中 父子见面 自然是少不了一番感人虚惜 那般一幕 倒是看的人有些眼红与心酸 谁能想到 原本当年平凡 但却幸运的一家 却是因为魂族的横空出现 支离破碎 在两位兄长抵达后 萧妍倒也是享受了一段时间 许久未曾感受到的团圆之乐 而在这之余 也是问及了一些阎盟的事 这个当年成立的联盟 如今已是大陆西北地域 当之无愧的龙头势力 不过萧妍倒也没有 要借及阎盟势力的想法 虽说阎盟能够成为 大陆西北地域的龙头 但对于中州来说 其实也就顶多算一线势力而已 因此 即便是拉近了联军中 也没有太大的作用 而在享受了一段时间的团圆之乐后 萧妍也是 再度收回了心神 魂族凑齐驼射古地域的事 一直让得她如芒在辈 而经过上一次的大战 她也是明白 即便如今踏入了地境灵魂 但她与虚无吞颜这等 九星斗圣的强者相比 依然是差了不少 所以 在魂族找到驼射古地的洞府之前 她也必须尽快地提升一些等级实力 这样 也是能够让得她 若是在面对虚无吞颜这种对手时 能够多一些底牌 不过到了这种层次 想要在短时间内的提升实力 显然是一件极为困难的事情 因此 萧妍在沉思许久后 终于是将目标打到了 那被封印在小一体内的九旋惊雷之上 踏入地境灵魂的她 已是有着资本 将这样的她曾经束手无策的力量炼化